哈喽大家好 我是丁丁 今天我们要来讲到 韩版9月 第二周的更新内容 那今天的内容 其实比较简单一点点 重点放在龙斗士跟王族的改版技能说明 那这影片我们一样 来简单看一下本周韩版的更新 首先 9月第二周更新内容 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他们的改版直播预告 9月18号 礼拜一晚上8点 为了庆祝龙之怒改版 特别举办的雅丁体育节直播 所以到时候可能什么TJ 和各方面的资讯 都会在这个直播上面出现啦 敬请期待韩版的改版直播 第二个 雅丁乐园第四周的活动 引龙之地 时间为9月13号到10月4号 击败巨龙获得大量的经验值 以及奖励道具 这边看一下基本内容 就是60级以上可以入场安全区域 入场费1万金币 然后在里面会获得一个 英海萨的温暖目光BUFF 他的能力是英海萨的叶子消耗减免20% 然后再来下面还有一个完成每日任务 或者击败副本中的怪物 可以获得龙之令牌 他可以用来制作各种活动道具 那能做什么呢 看一下 第一个龙之变身箱子活动 还有龙之娃娃箱子活动 可以开到一些卡片 但至于能看到哪些内容的话 等到明天的文字档出来才会知道 然后下面还可以制作成 神秘的变身卡包 神秘的娃娃卡包 还有祝福圣水中冠的 好看第三个内容 这叫什么呢 这是 计票奖励公告 龙王的宝箱 他开启宝箱之后 可以获得一个称号叫做 龙之大师 能力是决胜一级加5% 决胜一级征服率加10% 第四个内容 就是地图更新 熔岩之地更新 就是台版的地图09 韩版是06 我们是09 09地图的更新 他新增一个怪物叫做痛苦之炎 类似一只地狱的马那种感觉 然后这是他的boss 古代的火龙可以掉落的物品 基本物品内容大概这些 圣地戒指 然后那个蓝色的火戒指 还有那个火之气息 还有火龙灵等等 然后再来看一下 韩版这周的周末制作 他是开放 加7肩甲制作 选择箱 还有加7皮扎克制作 选择箱 然后这一周 开放了什么呢 开放了上一次出现过的 1%特殊活动卡制作 分别是通气泛酷节变身卡 还有黑色曼波兔娃娃卡 卡池非常补的那两张卡 然后这边还有什么呢 额外的制作还有特殊的变身卡 还有特殊的娃娃卡制作 就是可以自选什么 阿努比斯啊 那些的 好 本周韩版的兑换是 真系列的蓝变兑换 好 礼包内容在本周韩版并没有出什么稀有的礼包 或者稀的新的呃制作兑换 依旧是跟台版这周一样啊 就是16个硬币可以兑换 呃三个呃成功的话可以兑换20个那个紫变合成点数 失败的话给你三个紫变合成点数成功率也是3% 跟我们这周的一模一样 好其他应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要说的啦 这就是韩版本周的更新内容 重点还是放在 呃龙斗士跟王族的觉醒啊 好那支影片在这边 希望你们会喜欢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帮我点个订阅点个赞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 大家拜拜 拜拜